好 来看到今天最新的民调 今年是总统大选年 国民党呢 目前呢 有意参选的人也不少 包含了谁呢 朱立伦 侯友宜 郭台铭 但是这三个人当中 你比较支持谁呢 我请大家同时在我们的聊天室 一起来作答 支持侯友宜的加一 郭台铭加二 朱立伦加三 但如果你还没有决定的话 我们就加四 加五都可以 在一 二 三 侯友宜加一 郭台铭加二 朱立伦加三 我就来看看大家比较支持谁 我们就来看到这份最新的民调 这份民调呢 结果是什么呢 33.6%是支持侯友宜 一支独秀最高 另外呢 22.2%是郭台铭 9.4%是朱立伦 当然有一些呢 还没有做决定的 但也有高达23%是不知道的 另外呢 换句话说 以目前这个民意的显示来看 目前国民党阵营当中 侯友宜就是以三乘四领先群雄 郭台铭呢 以二乘二驱次 那朱立伦呢 是只有9.4%电后 但是呢 有高达三乘五是还没有表态 那么这一项的发现呢 传达一个讯息 那就是呢 有意要禁足国民党总统提名的这三个人 目前呢 彼此的民意支持度差距都至少是在10个百分点以上 侯友宜是领先的郭台铭11.4% 而郭台铭呢 又领先的朱立伦12.8%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 侯 郭 朱 这三个人简直就像是三个不同量级的全级选手一样 侯友宜是属于重量级的 郭台铭中量级 朱立伦呢 就是属于轻量级的 好 但如果呢 朱立伦退出2024总统内的竞逐的行列 为了进一步了解侯友宜跟郭台铭目前的民意支持度 那么在假定的朱立伦退出竞选行列的情况之下 侯友宜跟郭台铭一对一竞选的结果会是如何呢 我们就问说 如果国民党最后只有侯友宜跟郭台铭 这两个人竞争选总统的话 你会支持谁呢 好 来看到这个结果发现 44.6%是支持侯友宜 27.7%是支持郭台铭 那9%呢 是还没有做决定 另外还有14.5%是没有一件 4.2%不知道据答 换句话是什么呢 就是在最新的这个民意的显示当中 在侯友宜跟郭台铭 如果是两个人一对一来竞争之下 侯友宜呢 是以16.9%的百分点 遥遥领先过郭台铭 竞争的态势就是转为是一面倒了 好 另外还来看到 2024总统大选如果是民进党赖清德 国民党的侯友宜 还有民众党的柯文哲 这三个人来竞选的话 你会倾向支持谁呢 好 这如果是三雄鼎力来这个竞争的话 结果呢 发现27.7%是赖清德 32.4%是侯友宜 另外19.5%是柯文哲 还有9.7%是还没有决定 另外还有10.8%是没有意见 不知道据答 也就是说如果未来呢 是由赖清德 侯友宜 柯文哲 这三个人来竞逐2024总统大选的话 最新的民意就显示了 20岁以上的台湾人当中 有三成二是支持侯友宜的 有两成八是支持赖清德 另外两成是支持柯文哲 也就是说呢 现在目前看起来 侯友宜就是领先赖清德 4.7个百分点 柯文哲他虽然是呢 敬陪莫作 但是他还是有拥有两成的支持 好 这一项呢 发现呢 透露一个重要的讯息 什么样的讯息呢 就是2024总统大选赖清德 不但不是稳赢 民进党呢 还会陷入一个 艰困的政权保卫战 如果国民党呢 确定是由侯友宜 代表参选的话 那么比较最近三个月 同样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到 三位可能的总统候选人 他们的社会支持度 都有高高低低的起伏 赖清德跟侯友宜呢 互有领先 柯文哲稳居第三 这样的竞争态势之下 会不会持续下去的 也值得观察 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 没有谁可以稳坐第一 不争的事实 好 再次显示说 2024的总统大选 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呢 就是选举的结果 不确定性 2024总统大选 如果只有赖清德跟侯友宜 两个人来竞争的话 你会支持谁呢 好 这个结果就发现了 32.7%是支持赖清德 47.4%非常高 支持的是侯友宜 另外8.1%是还没有决定 8.5%没有意见 3.3%不知道据答 也就是说呢 从这一份最新的民意显示 如果2024总统大选 是赖清德跟侯友宜 蓝绿两人的对决竞争的话 台湾总统选民当中 有3乘3是支持赖清德 4乘7是支持侯友宜 所以侯友宜领先了赖清德 14.7个百分点 这项的发现 也传达一个讯息 非常的清楚 如果柯文哲 他退出2024总统大选的话 这个选情一面倒的 就是有利于侯友宜 跟国民党的 好 纯就现实政治来说 民众党的柯文哲 退出2024总统大选的几率 是为乎其为 所以呢 假定了 2024的总统大选 是赖侯一对一的竞争的话 那么纯粹是大胆的假设 2024总统大选 如果就是赖 侯 柯 这三个人的竞争的话 整体的形势呢 对赖清德跟民进党而言 是非严峻两字可以形容的 好 我们看到 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 所公布最近的这样的民调 新北市长侯友宜 就是蓝营的最强母鸡 而国民党内 可能参选总统的人选当中 支持度以侯友宜的三成四 是领先群雄 如果党内呢 是侯 郭一对一竞争的话 那么侯友宜更是以16.9个百分点 遥遥领先郭台铭 侯友宜今天就强调了 国家人民利益 远远超过个人的党派 他说他现阶段都还是新北市长 国家人民 也超过党派 更超过个人 尤其面对这段时间 国际局势的诡调变化 我们更应该凝聚所有人的力量 你要不要以大局为重 那有没有给表态时间点 因为大家都说六月底的时候 是蛮好的时间点 您怎么看 其实我一直强调一件事 因为我现在是新北市长 尤其在北台湾的区域助理上 新北市办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也是我们现在努力在做的事情 我觉得总统选举跟立委选举 我们一定要推出最强的人 那现在看起来侯友宜 他是我们国民党 唯一能够赢的人 所以总统选举最重要 像我们平常都在骂民进党 觉得他做得非常不好 可是我们总统如果没有办法取回来的话 政党执政就没有办法达成 就没有办法下架民进党 所以一定要用尽任何方法 让最强的人出来 那大家刚刚也可以看到嘛 其实我们在地的里长 他们很多地方士绅 他们在致辞的时候 自己都会无意间谈到说 希望侯友宜去选总统 这就代表说 侯市长他是非常有明星的 也是大家的期望 那他是这个蓝云丽云中间选民 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好的人选 所以说我们有很多的议员 我们也希望 那侯友宜市长能够当仁不让 我们也希望侯友宜市长 在这一个总执行之后 那么由党中央 是不是用征召的方式 来征召侯友宜来 这个代表国民党来参战 2024的总统的大选 好 继续要来看的是 蔡英文的声望民调也曝光了 您赞同或是不赞同 蔡英文总统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呢 好 这个提问 包含了重要人事安排跟政策 结果显示呢 有12.2%是非常赞同 27.5%还算是赞同 23.8%是不太赞同 20.5%是一点都不赞同 好 那么看到这个 台湾基金会的这份的民调也显示 最新的民意呢 就显示了20岁以上的台湾人当中 将近有4成是赞同 蔡英文总统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的 但是呢 相对的 也有4成4以上是不赞同的 好 这不赞同者呢 比赞同者还多出了4.6% 这项的发现 传达一个清楚的讯息就是 不赞同蔡英文总统 国家领导方式的人 还是超过了赞同者 所以呢 蔡英文呢 在任内的第三次执政的困境持续当中 蔡英文总统最新的声望是 39.7% 没有超过5成 也显见了 还是在低档徘徊 好 不过回头的头来 来看到国民党的一些作为 还有这个处置 包括了这个副主席夏立言 日前率团访问的大陆 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 他指出说这趟的行程主要 是要维护两岸和平跟稳定 受到的重视呢 是因为国共都不想要有战争 而随团的资深顾问赵春山 他更说了 他所得到的印象是呢 对岸其实也不想打仗 双方都有和平的共识 蓝军瑶也呼吁蔡政府 尽快加强两岸交流 才能够远离战祸 国民党2024到底由谁出战 热气最高的侯友宜 始终没松口表态 根据美丽岛电子报民调 如果侯友宜PK赖清德 将以46.9%胜出 若是侯友宜赖清德和柯文哲 三人PK 赖清德将会胜出 因为近期柯文哲民调开始爬升 不表态的侯友宜 民调却下滑7.7% 侯友宜若参选 到底会不会有落跑问题 民调中有七成民众认为 这不算落跑 那侯友宜到底还要纠结什么 国民党力拼两岸交流 和平稳定 副主席夏立言率团 访问大陆寻求破冰 更受到陆方高规格接待 他说原因是两岸根本 没人想战争 这次去受到重视 是因为大家都不想有战争 在野党 我们没有公权力 我们没有办法谈判 正式的这个协商 我们唯一想到的 只是我们基层民众的福祉 两岸目前的兵凶战 我得到了一个印象 对岸不小打仗 两岸的中国人 不应该把战争带到 人民居住了这块地方 大陆从提出开放航点 到愿意解决台湾农产品背景问题 蓝军提醒执政者 不要一味愁忠 唯有把握契机 加强交流才能远离战火 希望两岸和平繁荣 是大家共同的期待政府 应该赶快拿出一个 一个和善的态度 双方递出橄榄枝 我觉得这才是 两岸人民共同的期待 大陆这就是开春以后 就非常的想要 就是扩大交流 多交流就少误解 减少紧张气氛 促进和平 大陆按台湾间 这块动了多年的兵 能不能容 全看领导者智慧 比如为了选举 让一切努力沟通 成果又白费 记得陈正茂里选 SNG小组台北报道 国民党在19号传出 打算有一个大局条款 那么要来限制 2024的总统 还有立委的选举 包含了最强的母鸡侯友宜 也说要以大局为重 但所谓的大局 是什么样的大局呢 因为现在国民党内的 初选办法都还没有决定 所以党内的猜疑声也四起 各方的战将都串起来 台北市议员很多的议员 都想要往上一层楼 去选立委 那国民党再拖下去 悲剧恐怕未重演 但是呢 这个大局条款出来之后呢 发现有好几个人的声调 热度呢都标起来 包含了徐晓鑫 还有柯文哲等等 但是呢 徐晓鑫就好几次哭了 被问到说 你有想过要退党的可能吗 徐晓鑫说我不想啊 就是不想 真的不想 但是现在被逼成这个样子 另外呢 还有就是呢 我们看到蔡振元也说 这个大局条款呢 得不到年轻中间选民 好感度呢 真的是别大意 因为看到 现在因为这个事件 是不是国民党内的 这个好感度 有下降的趋势呢 不过呢 包含了这个 徐晓鑫的对手 也就是废红泰 废红泰说这个条款 其实跟我无关 而且他认为 他自己是 交统计学的 他是个民调的 这个专家 所以他认为说 这个条款 跟他是无关的 但是呢 党籍议员 徐晓鑫就认为说 他是被针对了 被针对 阻挡参选立委 所以这两天来 他好几次上了节目 都哽咽 落泪 昨天 他也上了中天 辣晚报 又谈到他的心情 我们来听听 我们要不多 就是一个公平的初选 那我相信国民党 不太会选这种 保障弱者的条款 这很奇怪 因为如果在初选制度里面 我输了 那我是比较弱 当然是权力支持 出现的那个人 因为要参加这个游戏 也是我参加 我不能说到时候 我参加输了 我还退党 我觉得这个 说不过去 就是在民主正式的制度里面 是说不过去 你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如果你的制度 设计的Y7扭8的话 那这个时候 就会让大家觉得说 那这样子你2024要怎么打 因为你一定是推最强的人 然后去争取最大的席次 然后一起帮侯友宜也好 或是我不知道还有谁要选 要帮他作战 然后拿下执政权 这是我们现在的关键 那当然这个事情 爆出来之后就见光死了 所以后来就说 没有那是某一些人 提给党中央的建议 那党中央没有采纳 可是其实位置很奇怪就是 为什么会有人去提这种建议 就初选不就很单纯 就是做个民调 或顶多你要讨论 要不要党员投票 这种奇怪的建议到底是 为什么会有人去做 我也觉得不明就里 但是我讲了说 我昨天讲说 我会有点伤心的原因 倒不是因为说这个大局条款 是我觉得现在国民党 应该要全力冲刺的是 民进党的问题 要把它揭露出来 那我这几天我全心全力 包括我团队 我们都是晚上都没有睡觉 然后都在整理这些资料 像我刚刚讲的那么具细迷 讲的那么清楚 是因为我们真的 花了很多心力在做这个 那我觉得如果有些人他没有要做也就算了 你不要在这个时候要把我扯进别的事情 然后把我拉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要必须被迫要去回应这个事 那你这样不就把我们本来的选战节奏给打乱了吗 好来看到前宣布呢 这个要参选台北市第六选区的这个立委 国民党的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他今天在脸书上呢 po出来他在这一张立法院的出入证 原来他已经先到立法院去报道了 今天正式的报道 为什么呢 原来他要担任的是 无党籍立委高金素媒办公室的 大安区义务选服主任 他义务选服主任呢 也算是一种形式的前进国会 他先到国会里面去实习一年 他特别呢 感谢了高金素媒给了这样子职务跟身份 让自己呢还没有选上立委 就可以先到高金的办公室的协助之下 开始为大安区的选民来做服务 好今天呢 看到这个罗志强呢 就在脸书上po出了这个文章 许多的网友呢 也在罗志强贴脸书的这个脸书贴文底下留言说 好的开始呢 就是成功的一半了 加油加油 罗志强加油 另外呢高金素媒呢 今天也在记者会上对罗志强喊话 相信他一定会做得非常好 我觉得强的人不用保障了 所以大安要选就选最强的 那大安选自强 国会就有高金素媒跟罗志强 我们就是高强团队 所以因此我觉得大局条款出发点 当然有他的考量 确实说 我真的也遇到选民跟我讲 他说罗志强你如果当上立委 大安区不会少一起议员 但是他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你是最强的 你很棒 所以我希望你来帮大安区服务 所以这个选民的一个心声 我觉得可以反映在所谓大局条款 确实如果说有现任议员 选上大安区会少一起议员 但是也不能用这个为由 就是说妨碍大家 就是继续在立法院 帮大家服务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知道现在徐晓星 徐洪廷 钟沛军 很多的议员都已经有表态要选 我觉得如果大局条款 我觉得可能对他们并不公平 那当然我自己是认为说 其实选举最重要是公平 那到底议员该不该选立委 其实决断的还是民众 交给民众选择就好了 其实我觉得 我看到志强在公投的时候 他的表现 他早就已经是一个立委的格局了 所以我认为就是一个立法委员 当然就是要监督这个政府 这个国家 不管是政策 不管是预算 不管是对人民的各种的各项的措施 其实立法委员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志强他绝对已经合乎了 立法委员的这样的资格 而且甚至于比我还强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 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 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 in浙调节情的预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